台南这所科大校园大清宵 气氛紧绷 校方15号接到通知 有学生确诊 但遭学生怒轰 校方都没说 网路上骂声留言一片岛 呼吁不要隐匿疫情 学校确确实实双标 超多人被匡列 也不说清楚现在要怎样 真的不懂 先暂时线上教学有很难吗 学校爆发确诊 刚好又卡到期中考 让学生真的很挫 因为都坐很近 然后课堂上老师 也有些不会带口罩 学校的话 他可能也觉得 期中考考一考再说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校方网页贴出公告 4月15号到17号 一共6名学生确诊 现在对学生澄清 没有隐匿疫情 期中考依旧实体到校考试 一切遵照SOP 因为我们为达教育部的 这个停课指引 三分之一以上班级 的停课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 就是实际上的实体上课 校园一共6名学生染疫 有接触者 匡出200多人 目前有100多人PCR阴性 还有34堂课被影响 但没有被影响 匡列到的学生 还是得乖乖到校上课点名 学生感觉怪怪的 染疫风险这么高 其中考虽然很重要 但如果被扩染 到底算谁的 就有赖光章 台湾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